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袁梦她性格很开朗 她长得也很帅 她的毛长得有点卷 我喂她的时候她很听话 早上放到运动场以后 风笼各方面给她准备好 然后竹子采食也很好 采食完以后 去观察其他的猫在干啥 她想交往那边的猫 我们竹子给她夹在比较阴凉的地方 靠近游客也比较近的地方 吃完竹子以后 然后我们又给她扔点竹鼠 如果她看在隔壁的猫 在吃竹子的话 她就过去吃自己的竹子 如果看见邻居在玩耍 她就在一边乖望 看她们怎么玩的 她的声音就掉了 有些她又是在互换别的隔壁的猫 然后想跟她交流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有时候她不停地发出呼呼的声音 来呼吁其他的猫 我会说 我会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建设 和非常好建设 她看起来很可爱 她看起来很可爱 她看起来 在她回来的时候很胆小 我们就把竹子给她夹在门口 让她慢慢地适应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再给她移一个地方 让她不胆小的时候 就夹在游客看着这地方 喂她的时候 然后叫她熟悉你的声音 熟悉你的气味 然后经过我们每天给她做蜂笼 就是做玉米 还有萝卜 还有萝瓜 还有萝瓜 还有其他的隐藏食物 隐藏蜂蜂 让它适应 适应新的环境 喜欢看的是 她有时候经常去划煤 弄得自己很脏 然后她就有些小鸟 她就去那儿追 追得来看抓得着不 嗯 我平时每次不是天气这样收回来的时候 我就喊她 圆萌 过来 天气很热要回去 天气太热 她就在这儿坐着随时泡澡 有时候躺着好 有时候睡着好 用手捞自己的头发梳理一下 然后有时候就是躺着 躺着随时边 泡着很久 泡着舒服了 她就回去了 有法国的粉丝来看望她 了解她的彩食情况 生活习惯好不好 环境各方面好不好 请她们放心 我们在这个地方 会好好照顾她的